今天资料清理跟简易验证规则 前几节课我们教了如何把资料填到一个新的 你希望长的样子的资料表 今天我们的重点是这样子 今天我们的重点是希望 从你的资料里面进行一些运算以后 得到一些结果 然后再填到新的资料表 这看起来好像难度没有很高 实际上还是有一些gap要进行的 因为直接单纯的填资料和进行运算 你有更多需要小心的地方 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一般来讲如果你拿到资料的话 第一件事情你要做的一定叫资料清理 那有哪些验证规则可以被执行 来大家看一下 首先第一种是 举例来说你看到有个年龄130岁 那你大概多半你会认为这个大概打错了 对不对 这个就删掉 对不对 好这样可以 好那有时候他并不是不正确 举例来说 你看到他60岁 60岁是错的吗 不知道对不对 60岁看起来像是正常在normal range里面 但是他可能实际是50岁啊 所以这个是错了 可是你检查不出来 对不对 这种也是一种错误的形态 是不是真的检查不出来 我们可以再思考一下 并不是真的一定检查不出来 好另外重复 重复这个我们前几的课有学过了 这个是要重复的 好 不完整的数据 举例来说 这个怎么可能有人会没有性别 对不对 他一定是有性别 对不对 这个或者是不一致的数据 举例来说 这个有人说他已经在洗肾了 结果他肾脏功能却很好 这个大概就是不一致的数据 或者是违反规则 好违反规则 就是举例来说 我们认为我们的data 应该是2013年以后的吧 结果怎么会出现1995年呢 那个时候可能根本还没有什么东西 怎么可能会有呢 大概就是这个东西 好那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还有很多验证的方法 举例来说你看到一个 5岁的人 210公分 210公分也许 成年人是有机会有这个数据的 那5岁的人可能就不太有机会 对不对 所以啊 有时候他的这个不正确不准确 他有时候是条件式的 所以我说这个不准确的数字 他有机会是被找到的 好 那我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我想就是在前六节课 大家学习的目标都是在清资料 看起来就是 或者说把资料做一些就是 处理啊或什么 我们都没有进入分析嘛 对不对 我们也没有画图 对不对 看起来好像不是很高级 可是我跟大家讲喔 就是在很多公司啊 就是很多很多领域啊 这个一间公司能不能赚钱啊 其实可能是跟资料清理有关系的 我这边随便举个例子啊 举例来说像这个 专门做临床试验的公司 专门做临床试验的公司啊 这个实际上这个 他们叫CRO公司啦 这个实际上 你现在要把这个高端做了一个疫苗 然后想要测试一下这个疫苗到底有没有效果 实际上啊 他可能会找20家医院 或是100家医院这样子 那找100家医院 然后分别做 那这个回来的数据一定是非常恐怖啊 一定是非常 就是一定是这个 资料 这个先不讲格式不一致啊 这总是 这个数据总是人去key进去的嘛 对不对 key进去有时候就会错 这个时候 比较厉害的公司 他的验证规则可能就会有几百条 然后可以把不适当的资料把它去掉 或者是 请前面的人再重新补试 这样子 重新 重新登打一次 这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下 呃一个 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啦 好吧 就是你把首先 我们先把档案读进来 好 我们来把档案读进来 好 读进来 好 读进来以后 你会看到这笔资料是什么的 来你可以看到 这是 这是这个 呃就是 某个人 他在某一个时间点 他有一些数值 好 这个资料的格式啊 跟我们上个礼拜 被整理完的资料格式是一样的 这样可以吗 就前几个礼拜 我们不是有一份data 他本来的排序方式是 这个某某人 然后他在某一个时间点 做什么检测 检测数值是多少 类似这样的格式嘛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已经把它转成 某某人在某一天 做的所有检查项目 的 数值了哦 所以我们已经做了一个转置了哦 好 那我们转了以后啊 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到底这样的data 我们 在我们进行后续要画图啊 分析之前还有什么事情要做 来 首先啊 你要先注意一件事情 诶 诶这是日期对吧 这是日期没有错嘛 对不对 好 日期我们 有没有可能会 key错 当然有可能啊 好不好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现在如果你直接问他 class date的话 你会发现 诶他告诉你这是一个factor 这不是一个date 那你要怎么去 检查 你要怎么去对他做 是不是日期的check 诶 你可以用s.date 这个函数 在阿力源里面哦 本来就有date 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向量的属性了 好 我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之前我 呃 我之前有跟大家介绍就是 变数层的就是 就是向量属性嘛 对不对 有factor 有logistic 有logistic 或者是什么 呃 这个numeric 等等 我并没有把它 讲完哦 还有很多有没的属性哦 所以你要不断的用 那个class去check 目前 你所看到的属性 是不是你想要的 好 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把它强迫把它改成s.date以后 来这样子 这个步骤可以确保所有的内容都变成日期格式 如果是非正确的日期 啊 就会提出警告 局来说 来 这个9月有31号吗 9月没有31号 对不对 所以你把它s.date以后 它就会出现NA 他就觉得这个看起来怪怪的 那如果啊 这个 2月29号 不是每一年的2月29号都有 2016年有2月29号 2011年就没有2月29号 它这里就会出现NA 所以啊 透过s.date 这个函数啊 它就很简单的 我们就知道了 它的日期有没有错 这个应该是非常容易啊 你应该不会觉得这很难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 DateNA的部分 把它变成一个新的变数 这个叫wrongDate 变成新的变数 wrongDate之后 我们就可以对 它进行索引 索引完了之后 我们就发现 来 这两笔Data 这两笔Data Date是wrongDate 这样可以吧 就是 呃 第45笔跟第68笔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笔Data 到底是什么 好了 如果 如果没有透过程式检查的话 你几乎不可能找到了 第45笔在这里 来 6月没有31号 对不对 6月没有31号 来 68 诶 这个2月29的 对吧 可以吧 好 所以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 有两笔 看起来有问题的Data 这样可以 好 然后我跟大家讲 从现在开始 在以前 我们都不太管你 你程式写出来就好了 我们都不会管你的可读性如何 对不对 你这一次打完了以后 下个礼拜 你看到你的程式码 你就把箱把它删掉了 你就记不起来 它应该长什么样子 好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教大家正确的书写程式的方法 这一点真的很重要 因为 你不要以后 你回去看自己的code 你都看不懂自己在写什么 好不好 这个真的很重要 好 我们的标准格式会是这样 就是 我们有一个警号 警号注解的意思 警号注解 如果你这样给Read的Data 然后你可以说 Raw1 CheckDataFormat Raw1 CheckDataFormat 那这样子 你是不是就可以 你是不是就可以去 把这些把它合在一起 这个不要 这个不是 好 那我们接着就可以Raw2 好 你不想要这一行 你可以把它注解掉 你可以不一定要把它删掉 你可以把它注解掉 好 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的话 它可读性是不是就搞很多了 就是你就知道 我第一行是在Read的Data 第二行是在做什么 第三行是在做什么 好 我跟大家讲 这个事情真的很重要 因为你们现在写出来的程式 就是 不要讲说 这个 就是下个礼拜之后看不懂 你们写一写 这节课写的 等一下 可能回头看就看不懂了 你们还有很多 很就是 很不好的习惯啊 比如说在写Fore回圈的时候 我一律都会写这个样子嘛 对不对 你们很多 你们有一些人啊 我现在有点忘记谁 但是我回去看的时候 会看到 这样 会写这样子的 就是 很捨不得 幻航那种感觉 或者是这样 if啊 if啊 然后什么 有时候有幻航 有时候没幻航 类似这样 这样都非常难看懂 这样可以 好 来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还有哪些 清理资料的方式 好 下一个 我们要检查 各变相的范围 比如说Stage 这个Data里面的Stage 这个Data里面的Stage 是指 慢性身上病的奇数 它一定是介于1到5之间的 好 如果不属于1到5 就是我们想要找出 有问题的地方 那我们要怎么看不属于1到5勒 诶 我们可以用percent percent percent 这个函数是什么 这个运算值是什么 前面的东西 有没有出现在后面 对 这个真的非常常用 你们应该有注意到 这个非常常用 所以 这个 我们要 检查的时候 我们看Stage 有没有出现在1到5 可是我们要 没有出现的才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要前面给它 加个惊叹号 这样它就会把 所有 后面这一串多吉祥量 把它 全部反过来 好 这样子 等于Rone Stage 好 这是Rule 2 这是Rule 2 这样可以吧 好 所以Rule 2 我们就是 Track 我们可以写 Track Stage 好 这样子 那我们继续写Rule 3 好了 Rule 3 OK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再来 我们认为 这个 假离子 假离子 它不太可能大于10 也不太可能小于1.5 但是我们 怎么样做呢 这个又是有学过的方式 我们 首先告诉它 Rone K 这个新的变数 如果 假离子大于10 或者是 假离子小于1.5 这个就写True 反之 我们就写False 诶 这个 它其实我有教过 对不对 这个是 我们 利用索引去 筛选资料 对不对 利用索引 用逻辑值去筛选资料 只是说 我现在把它拿来做产生新变数 这个方式 就是 我如果没有教的话 不确定你们想不想得到 是不是可以靠自己想到 但是大部分人 这个多半是想不到 就是 现在如果要跟大家讲说 这个 这个 你把这个 K跟大于1.5 小1.5 高于10 小1.5 把它找出来 也许你可以索引出它 但是你要产生新变相 这个没有人教 大概不知道这个小技巧 这个我们把它叫小技巧 这不是什么新的程式语言 好 那我们把它抓出来 Check 来Check OK Check for passing level OK 好我们来看 我们可以把它拉出来 那我们发现 诶 这个 这个我还没执行 好你会发现 诶为什么会有很多 很多这样的data 来 有没有人想得到的 我这一行出了什么事 我要把错误的抓出来 为什么会出 看起来乖乖的 你们看得出来吗 这一行看起来有什么乖乖的地方 好你们可能想不到 没关系 就是前面有发生过了 就是有NA在里面 对不对 这个 RONK里面有NA 所以你想要 准准的筛出的话 你可以把这边改%-比%-比%-呢 稍打分 好这样是不是就好多了 这样啊 就是招出 是故障的那一笔有问题 好 那 居然用这种方式 好 那我们先来给大家练习一下 好不好 这个练习我想不会很难 我們要檢查 STAGE 跟 MDRD GFR 的關聯是否有誤 這個你可以想一下要怎麼做喔 大家不要跳過我前面的這個步驟 前面的步驟很重要 前面的步驟你一定要先把這些這樣寫出來 然後你要看著這些方法 看著我教的這些方法 想一下怎麼樣去檢查 STAGE 跟 GFR 的關聯性 顯然不會是用 IF ELSE 我先跟大家提示一下 不用 IF ELSE 不用 IF ELSE 就是你們很多很多之前的學長姐 一看到檢查就想到 IF ELSE 可是我剛剛完全沒有用 IF ELSE 對不對 所以請你不要往 IF ELSE 想 你往 IF ELSE 想一定寫不出來 好不好 那我們給大家練習一下 等一下 這就是答案了 我們要做 STAGE 跟 GFR 的關係的話 你要確定這個東西 我剛剛已經提示了不要用 IF ELSE 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就是 我應該先 既然我已經知道這是真實的關係 既然我已經知道這是真實的關係 那我應該就要產生一個真實關係的 就是 variable 對不對 那我們再去比較這個真實關係的 variable 跟原來有沒有不一致 這樣就可以了解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我要怎麼產生真實的關係 那 rule rule 這個 rule for generate true relationship 好 這樣嘛 我們要測試這個關係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 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 E 是 90 以上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就 我們就產生一個這個 true stage好了 true stage true stage data data裡面的 GFR mdrd GFR 大於 等於 90 那這樣子 它是不是應該叫做1 好這樣可以吧 那接著咧 好這個60到90是2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子 大於等於60 同時 小於90 那它2 好 依此類推下去 依此類推下去 那依此類推下去以後 下一步就是檢查就是 這兩個是不是不一致 這樣嘛對不對 那怎麼檢查不一致 這個大家再想一下好不好 再給大家3分鐘的時間 這個 這一題很簡單 希望大家做出來 好那 答案在這裡 那大家可以再想一下啦 基本上就是把這邊補完嘛 對不對 然後去檢查 這兩個是否相等 那就可以產生這個 wrong stage 這個variable 好那我想就是 今天在這裡啊 今天在這裡就是 還算簡單啦 就是好 裡面總共有3個是錯的 這個 剩下都是對的 這樣子 好那 我們今天來講 第二小節 這一個 檢疫認證規則 這一個 稍微難一點喔 我們來 應該說 比起前面那個難很多 不是稍微難一點 大家思考一件事情 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現在來說 同一個人 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其實不大 大家可以點開來看 這個資料不大 這資料總共就 呃 79筆 79筆資料而已 這個79筆資料裡面 顯然 每一個人有好幾個日期 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 有個規定 你現在假設你是 這個 給錢的人 你說兩個月 最多只能 上傳一次資料 對不對 超過我就不給錢 好那你現在要找出 哪些人有問題 我現在 我們先簡單一點喔 我們要找出哪些人有問題 不是找出 哪一筆有問題喔 下個禮拜 我們會 請大家進一步思考 哪一筆有問題 好不好 舉例來說 呃 你現在 很簡單 來 呃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有超過兩個月對不對 我們來 呃 我們來隨便找一下有沒有低於兩個月的 這個真的不太好找喔 如果你 如果你沒有程式幫你忙的話 呃 來來 這裡看一下 這個 哇真的是很難找欸 真的是很難找 算了算了算了 眼睛不好 不想再這樣找 這個 呃 我們 我們的意思是說 如果這個人 有刃兩筆 他間隔小兩個月 那我們就把這個人 highlight出來 這樣可以齁 我們的重點是這樣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先想一下步驟要怎麼做 來 我們現在一樣啊 這個 呃我們來 從那個 我們來問人好了 好不好 第一步要做什麼 欸就你 來 第一步要做什麼 有沒有想得到第一步的 先確定什麼 先確定什麼 一次找一個人 一次找一個人是不是 一次找一個人很好 那第一步實際上的第一步是什麼 你講的又有點太快了 我希望大家一步一步拆開來試試看 第一步到底是什麼 或者 或者前面那幾步要一起做 你可以一次講完也可以 那我們處理資料的第一步不是都非常清楚嗎 非常簡單 那你點頭的那些想看 對 欸對 不是把人挑出來的重點是 你要 Levels嘛對不對 這個 Factor Levels這個我們很常用啦 對不對 我們要先把有哪些人抓出來 對不對 可以嗎 可以嗎 還可以講嗎 下一步要做什麼 欸對 做一個Subdata嘛 就只看第一個人嘛 對不對 來 跑後面咧 你覺得要檢查什麼 好 好啦好啦 我們看大家真的很困難啊 我們來 我們要檢測相連日期 是不是 我們就需要 欸一直 就第二筆-第一筆 然後第三筆-第二筆 第四筆-第三筆 以此類推下去 對不對 這樣可以齁 好 可是你在做這件事情之前 你要先把屬於這個人的日期都給找出來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來首先我們先 留下日期正確的資料 日期如果不正確的話 你做了也沒有用啦 好不好 來 我們先留下日期正確的資料 等一下 我CheckDate CheckDate這裡要留著 來 留下 日期正確的資料 RUN 好這些現在只剩日期正確的資料囉 好 接著 我們需要用到Levels這個函數 把 patient 的Levels把它抓出來 這樣我們才知道總共幾個人 這樣可以嗎 好這個很重要喔 Factor跟Levels的組合 以後 你們 以後 我們就給你劇透一下啦 以後你遇到資料整理 第一件事你就說要Factor跟Levels 大概十八九是不會錯的啦 好 那實際上還有一步 你們忘記了 要開一個空的 空的 資料 空的物件去記錄結果 空的物件記錄結果 這件事也很重要喔 這件事也是 以後我問你們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們就先講這個 大概就不會錯 對不對 只是問題是 要嘛是開矩陣 對不對 因為假設你已經知道目標資料格式 要嘛就開矩陣 要嘛就開相量 這件事情我們已經做過非常非常多次了 這樣可以吧 好來 來 開個空的 空的 來 repeat NA patient次 好那來 接著 那接著 我們要測試的時候 我們一定是這樣子的 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patient 來 所以我們I等於1的時候開始 I等於1的時候 我們先把屬於這個病人的所有資料 把它交出來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嘛 剛剛前面有人講到啦 好來 他就這兩筆 這兩筆 怎麼第一個病人 就有問題啊 這個人顯然有問題 應該是 為了要測試給大家看的啦 好不好來 那你要找出 因為你想看的其實是他的date 對不對 所以你需要 把他的date把它抓出來 這樣可以吧 好這樣子 好不過有個重點喔 你的重點是 你想要檢查的是 在我們寫回圈以前 你想要檢查其實是第二筆 剪掉第一筆對不對 這是你想要檢查對不對 這是你想要檢查對不對 他說48 48是不是小於60 小於60是不是就是我不要的 所以我想要檢查 是不是這樣子 大家看著喔 這樣子 兩括號以後 他是否小於60 他如果是true的話 我就把它填到 好 我就把它填到這個 x裡面 x裡面的第1個 這樣可以嗎 這是不是標準的想法 這樣可以嗎 好可是有個問題耶 這是因為我們現在這個data 只有兩筆啊 那如果他有三筆怎麼辦 來大家想一下 如果有三筆我這樣子 我如果有三筆 我們假設這個人有三筆好了 那我是不是要這樣做 可以嗎 那這是不是後面的結果 我會把前面給覆蓋掉 所以如果有三筆 如果這個人有N筆 要怎麼辦 大家想一下 那要怎麼聚在一塊 那要怎麼聚在一塊 想得到嗎 我們現在是不是有答案要記錄了 因為我們記錄了以後才要 等一下才要聚集 看看等一下才要運算 我們是不是有東西要記錄啊 欸講得很好 不見得是列表啦 我們可以開向量就好 這樣可以吧 再開一個向量 好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會特別強調 那件事情是有原因的 來 我們 再開一個 就是 Answer 等於 Answer等於 Repeat 好 然後 多少次咧 n roll 這個減一次 這樣可以嗎 因為 因為你那個 兩筆資料的話 你只要檢查一次嘛 五筆資料你要檢查四次嘛 這樣可以嗎 所以是nroll 減一次喔 然後這裡是不是可以改成 j 加1 這邊可以改成j 那你可以j 然後我們把答案填到 Answer裡面 這樣是不是就 這樣是不是就好多了 這樣 這樣是不是就看起來就好多了 這樣可以吧 J J在這裡的時候 他等於 好那接著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打包回圈了 接著我們是不是可以打包回圈 打包回圈我想應該不會很難 可是有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這個病人他只有一筆資料 那你是不是 對 在整理一筆資料以前 我們要先 我們要先經過 這個 我們要先經過這個 來 現在你的Answer 就是True嘛 對不對 好 可是我們現在找一個有兩筆以上的病人 好了 我們來看第二個病人有沒有兩筆以上 第二個病人有沒有兩筆以上 第二個病人只有一筆 第三個病人咧 第三個病人 那第五個病人咧 第五個病人比數比較多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個Answer會比較有變化一點 好 那我們接著要打包J回圈這樣可以嗎 J回圈 你都已經寫成這樣子了 現在對我們來講打包回圈應該不難嘛 對不對 4 小括號 大括號 然後4 這裡 J 以 1到多少 NRAW-1 這樣可以嗎 好這樣子 好然後咧 我們把這一行貼上來 好這樣我們是不是就有了 來 好 Answer 這是不是就是 怎麼每一個都True啊 怎麼可能 這個人真的是 真的是每一筆都True耶 這個人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真的是每一個都True耶 好 那我們想要檢查的是什麼 我們 這個病人有問題的話 應該是只要有認一筆是True 他就有問題嘛對不對 對不對 來 那我再問一下大家 認一筆是True 這個我們要怎麼 我們現在這裡 他現在剛好4個都是True 當然有時候有True有False 對不對 認一筆我們要檢查 認一筆是True 我們要怎麼檢查 這裡面是否認一筆是True 把全錯的塞掉 把全錯的塞掉 怎麼把全錯的塞掉 有沒有具體一點 副所影 副所影 你現在 你現在 還 你要 你要回答嗎 你們都不要 你們有人想得到嗎 好那不然我給一個提示好了 你們用Percent Percent 那這樣 想得到嗎 建立一個全部都True的 那我們假設X X就剛好等於Answer好了 然後你X Percent Percent Answer 這樣 你得到這樣 好嗎 我跟你講 你要看的是左邊的東西 有沒有出現在右邊嘛 對不對 那你左邊 你是不是可以左邊只打一個True True有沒有出現在後面 如果全部都是False的話 是不是 這裡就 它這裡就會回答False 只要有認一個True 它這裡就會寫True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齁 好 所以你要把 這個結果 把它填到 我們的X裡面 XI裡面 這樣可以嗎 你要把它填過來 好 再下一個問題是 如果今天這個病人只有一筆 我是不是不應該做檢測 我是不是不應該做檢測 它應該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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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應該就是False 它就是沒有重複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 False 1負 大於1 等於1 等於1 我們就要做某些事 Else Else我們才要做這一大串 你看喔 那我們現在應該是 這個XI 它應該就直接等於 False 它沒有重複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可以打包回圈了 回圈 打包 4 i in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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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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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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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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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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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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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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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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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還原一下 我們現在還原一下i.5 那這邊是不是有很多筆 這樣可以吧 你可以直接打diff 然後 subdata Date 這樣就可以直接得到 你就可以直接得到 全部的日期相減的結果 這樣可以吧 那你可以直接對這個下小六十 你就會得到跟剛剛一樣的結果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可以把這一行把它直接貼到 這裡來 answer其實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answer這樣可以嗎 那這樣子我後面的是不是就一樣 好 如果你覺得 這個很簡單的話 希望你先做過一次 然後我們有一個 這個 這個就是組合出來 這個沒有什麼了不起 來 你需要 練習二是什麼 練習二是 如果你剛剛已經會了 如果你剛剛會了 你應該不會覺得這很難 就是 剛剛是日期相減嘛 對不對 剛剛我得到的是 日期是否大於兩月對不對 那我現在想要檢查是 斜率是否大於二 斜率是否大於二 那我的斜率要怎麼算呢 我說 這個 你上個月有測這個GFR 對不對 你上個月有測GFR 那你這個月 也有測GFR 那他們兩個可以相減 對不對 那我認為他的變化量不應該太大 如果他變化量 大於 每個一個月大於二的話 就是斜率 斜率 斜率錯了嘛 對不對 我就要把他抓出來 然後去這個 然後把他抓出來 好 那我們把我們前面給練習一下 後面這一題有點難喔 後面這題我希望大家一樣都做出來 這是今天的最後一題了 因為這一題真的 這一題如果你們真的親手做出來的話 今天這樣就可以了 好不好 來我們給大家練習一下 好 就是如果你已經做到這裡了 不過我剛剛看就是 不多人 就是 就是 其實你直接貼這裡就好了 好不好 就是你 回去做練習題的時候 直接貼這一段 直接貼 我現在就貼這一段好了 我們來給大家示範一下 就是 注意喔 Date跟RongDate 你要先確定好 你要把 Date Missing的把它刪掉 然後我們下面全部 下面都用造貼的 那這樣子我們直接按Rong以後 我們應該就會得到我們想要的那個 X嘛 X就是我們要用的所影值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把人叫出來 這樣就可以 你這樣就可以把人叫出來了 這樣就可以把人叫出來了 好不好 那你現在想說 我如果要把這個GFR變化量 這個 一個月超過2的抓出來 這個 我們大概可以很容易想像 就是 我們先把回圈拆開 欸我可以 我教大家一個 不拆回圈的小技巧好了 這樣大家以後城市開發比較方便 就是啊 我們可以這樣子 就是 就是 我們顯然要在這邊加東西 對不對 我們先打他按Stop 然後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全部按執行 我們現在清空 然後在Source的時候 它就會停在這裡 它就會停在這裡 停在這裡意思就是 現在Diff已經有東西了 然後 現在的Subdata也有東西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你這樣比較容易從這邊開始加 不過 不要輕易的用這種方式啊 好不好 就是你要 就是 你要很確定你要改動的東西很小 你才這個樣子 就是你不想重新寫的時候 這樣可以 好 那所以我們顯然需要有一個 Diff 然後GFR 等於 DIFF Subdata裡面的 MDRD GFR 這邊 好 好這個是1.1嘛對不對 那這個是48嘛 所以我們現在是不是要這個 除以 這個 然後這個除是日斜率嘛對不對 日斜率我要換成月斜率要乘以30 這樣可以嗎 欸 你直接RUN的時候你會發現錯誤 好 做出來的不要講 你們覺得錯誤在哪裡 如果看到這個 看到這個 問題你們覺得錯誤 看起來在哪裡 錯誤要怎麼解決 錯誤要怎麼解決 來全端工程師 你覺得這個錯誤是什麼意思 第二個 物件 在 除號之後的第二個物件 它不能是 不能是一個什麼 DiffTime object 好所以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 你永遠啊 在你做任何事情之後 你都要去 你都要去 去check 東西的class 到底是不是你想像那個樣子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們現在發現它是DiffTime 那要怎麼辦 很簡單嘛 把它 強迫它轉成 我們想要的東西就好啦 轉完了以後 那是不是就可以除了 來 再來 這是不是就可以除了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現在用這個東西 它是否小於 大於2 大於2就是我不要的嘛 對不對 大於2就是我覺得有問題的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好你這樣按下 RUN 這就是你的答案 這就是你的答案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關鍵 其實從前面開始改啊 如果你已經 程度到這裡了 後面其實 有小坑 但是沒有那麼難 這樣可以齁 好我希望大家還是 就是可以試著 靠自己的力量到這裡的 好不好 然後我跟大家劇透一下 下個禮拜我們上課的時候 我們會Base on 這個繼續 同一份資料 也會Base on 這個回圈繼續 但是會 多出一個問題 我們剛剛只有找人 對不對 再次 你的角色從健保局 變成是醫院了 健保局要核刪的時候 就是你不符合規定 那你這個人都不能 可是如果你是醫院的話 你絕對不能這麼幹嘛 對不對 你要怎麼辦呢 那我這個人 申報了無比 這個人申報了無比 每一筆間隔 間隔1.5個月 那我就把中間的去掉 下一筆我要留著 這樣就間隔3個月了 對不對 我再把下一筆去掉 這樣又間隔3個月了 對不對 所以 這個顯然就不能用DIFF來解決 他沒有辦法一次解決 好不好 他必須不斷去計算 我這一筆跟上一筆 差多少 如果小於某個數我就把它刪掉 那我再確定下一筆有沒有 如果有的話我就保留 可是我下一次check上一筆資料的時候 我就要check 我就要check最新留下的一筆資料囉 所以 今天這裡你一定要好好學會 否則你下個禮拜 你是不可能 你是不可能跟得上的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 就今天上課 我們就上到這裡了 還可以再練習一下好不好 我們目前交到的內容 就是 像你們應該會發現 就是最近幾節課 進度很慢 對不對 這是很正常的 因為這幾節課其實很難 對不對 我知道有人覺得 你如果覺得進度慢那是好事 代表你虧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先這樣子 下一節課進度還是很慢 下一節課開始啊 我們就會教大家 就是 我們就會開始教大家 原來做什麼事情 可以用什麼方便的程式語法 用什麼事情可以用什麼方便的語法 就是 因為我們認為 上半學期 你的基本功應該已經非常紮實了 就是你已經會組合了 下半學期我們就要DEMO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今天就上課到這裡 好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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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